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继续和大家分享另一个粤红铃的演艺人生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李海泉 李海泉生于1901年2月4日、1965年2月8日 李海泉是在广东佛山顺德的昆安镇出生 他是著名粤剧丑生 在20世纪20年代的尾,在新中华班任小生 主要演出的剧目,比较著名的有 《錦毛鼠》、《夜道奴花》、《罗通素北》等等 在30年代,李海泉以《善演烂三喜》著称 李海泉多才多藝,无论做母丑、《网边斤》、《二花面》 都有独度的演出 他的主要作品有《打劫音师佬》、《燕精掃墙堤》等等 在40年代初期,李海泉和《廖合怀》、《半日安》和《叶忽若》 并称为粤剧四大名丑 他表演幽默、含蓄、唱腔红运、执扑 深深地受到粤剧观众喜爱 在海外的演出,亦都被受华侨的赞誉 李海泉在1958年宣布退出舞台 在1965年2月8日便在病逝于香港 和大家分享一下李海泉早期的经历 李海泉是1901年2月4日在佛山顺德的昆安邨出生 而这个昆安邨现在就是相当于昆安镇上邨 李海泉的爸爸就是李镇彪 早年从事保镖的工作 原来李海泉的爸爸是一个标师 晚年退休后便回到江美邨 转行做一些短工维持生计 李镇彪安排他两个儿子李满田和李满船 去到当时佛山有名的酒家 那间酒家叫做少晨环酒楼 现在已经改建了一间白货商店了 去到这间少晨环酒楼做学徒和学师 1911年李满船在这里 这个李满船即是李海泉 就在这里遇到粤剧的名领小生液 后来就得到他爸爸妈妈的同意 李满船正式拜了小生液做师傅 就开始学造器了 小生液就帮李满船起了一个艺名 这个艺名就是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李海泉 之后李海泉就继续跟他学戏 另外也是习武 之后就走遍大江南北 越唱越航 最终成为粤剧四大名丑之一 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李海泉有什么主要作品 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 李海泉主要作品 当时是新中华班的小生 主要当时他的剧目就有感毛鼠 罗通素笔和夜道奴花荡等等 然后去到三十年代 三十年代李海泉在这个时期 他就善演这个烂三戏 1939年10月11日 他就和朱普全、林妹妹、黄霞飞和何大佐 主演了一个大世音思路 另外在1939年 李海泉就在永寿年班 就担任这个丑生 在这个期间 他就善演一些反映社会 基层人民生活的难三起 即是做一些小角色 他多才多艺 他无论演武丑、网根鞭 或是二花面这些行当 他表演都非常精度 在这个时期 他主要的作品 就有《打劫音师老》 《燕精素长堤》等等 跟着时间就去到四十年代 在四十年代初期 李海泉和聂廖合怀、半日安、叶忽若 总共四个人 合称粤剧四大名丑 他们表演的风格都是幽默、含蓄 现在唱康是红运、质扑 深受当时粤剧观众所清道 而在海外的演出 亦都受到全部华侨观众的欢迎 在1940年 李海泉就举家 由广东逃难去到香港 后来 又和他太太去美国 为了维持生计 李海泉就开始循团 巡回演出 在1947年 他去到白玉堂丹江的 轻中华劇团出任《静人丑生》 当时主演的剧目包括《黑米养藏元》 在剧中 他塑造了一个有红菊志的奴才 《传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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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动香港魏坦 后来这个剧 和薛角仙的《花染藏元雄》 《陈锦堂》的《藏元雄》 《廖合华》的《本地藏元》 合称四大藏元戏 力斗不须 在同年7月9日 李海泉和小燕妃 梁英 和白羊 主演了白鸟朝王 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 李海泉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这里 暂时休息一休息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 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 阿N与阿Lang频道 下一集 继续和大家 分享李海泉的演藝人生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好 拜拜